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就是0到9 那0到9的话基本上我们需要一个阵列来存放 不过0到9 1到9 那不过我们在宣告变数的时候 最好是用0到9 因为0到9的话 那个位置 如果你用1到9的话 你还要去对 因为1到9它是位置是0 开始 所以变成说它位置对不准 有时候你在程式思考逻辑上面比较不方便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1到9 它的位置可以等于是多一个0 但是0不使用它 0然后到9总共10个空间 但是第一个空间不用到 没有用到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把它打散 也就是说把1到9的位置乱放 那乱放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把第一个抓出来 然后乱数产生一个位置是1到9 看你要放哪一个位置 1到9 然后看1 比如说乱数产生到4 就把1搬到4 那再把4的位置呢 搬到1 等于是交换嘛 交换交换就要 反复交换 那等于是把这些数字通通打散了 打散了之后的话呢 再来判断 那判断什么呢 判断它们 这个八个方向是不是 加总等于15 如果4的话 那就跳离回圈 不是的话继续跑 所以有可能 要跑很久 因为其实 这个这个 要比对蛮多次的 那基本上 甚至你可以在最后那边 因为 效率 你可以想要知道 这个效率好不好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 做两个事情 一个是 加一个那个什么 count 计算 它到底比对几次 才比对出来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算比对的时间 那当然你可以 怎么样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就是说 第一个减少它的比对时间 第二个减少它比对的次数 所以 好像有同学 之前有同学就想到说 其实 它的那个四个方向 你会发现 你这个四个角落一定都是2468 有没有 2468 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要能够总数加起来45的话 那它的角落一定是2468 所以如果也就是2468一定是固定在角落了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把其他的几个数字再摆进去的话 那就很快就做出来了 对不对 如果是2468 那这样子大概至少可以少跑一半的时间 跟少跑一半的次数了 只是说它10做什么10做了 那第二个是说 最后面的话 我们要把结果输出 成像这样的状态 然后答案为什么 然后 加总都是这样 OK 那所以总共会有几个三个步骤我们要完成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把我完成的画面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我宣告一个什么 宣告一个这个阵列 这个一个int的阵列 那阵列的话呢 我是这样子 就是0可以赢到9 不过0的部分不会用到 但是呢 为什么要加一个0 主要是因为 因为阵列的编号是从0开始 是阵列编号从0开始 如果我今天没有放0的话 那1会变成位置是0 那这样对其实很麻烦的 你要想有的时候这个1到底是位置1还是那个那个数字1 所以如果说你加一个0的好处是说 反正的位置跟里面的数字是match的会比较好思考 OK 所以当然你也可以不要放0 因为我觉得放个0感觉好像比较好思考我的逻辑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要去打散 所以打散的话呢 do why dowhy 然后后面加一个booling booling就是说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就是说呢 他比对的结果全部八个方向都是15的话 那就跳离回圈了嘛 如果不是继续跑 继续跑继续跑 那你可以加个kong在里面 看他总共跑几次 对不对 OK 那我们在跑这个回圈里面 必须要将阵列打乱 那将阵列打乱的方式 就是说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的思考 我就是说第一个 你先i等于1 从1开始 所以后面的i的部分 我们是从1开始 1到9 那也就是这个1到9指的是 我们那个阵列的位置 阵列位置实际上 就实际上就是上面的值 是一样的 那第二个是乱数j的部分 j是你乱数跳到哪一个 比如说你要先把第一个数字 移到哪个位置 第二个j的话是 你乱数要放在哪个位置上面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交换嘛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第一次假设是for i i是第一个 所以这个里面的值是e 对不对 e的话先丢给temp temp是占存区 先放进去 然后呢 再把比如说这个里面产生乱数是4好了 4里面 4里面的值一样就是4 4丢到哪里 丢到原来1的位置 所以4就写到1去了 那1还要写到 因为我们要交换嘛 跟大风吹一样嘛 我今天跟你换位置 那我做到你那边去 所以呢 要交换的话 一定要先 有个位置可以先给那个1 可以先做吧 等到1做到占存位置 4做过去它的位置 那1再占到4的位置 有没有类似这样交换 所以每一次回圈 所以一直乱跑 一直乱跑 一直乱跑 跑出来的 就是乱数的位置 但是一定也是一致性 就是1到9 它绝对不会变成1223344 不会 它一定都是1到9 OK 好那跑完之后的话 再来比较 如果这个跑完的结果的数字 是match 8个方向都15的话 那就跳里回圈 然后并且把它输出 不过 这个地方 可能比较会有问题 就是说刚刚有同学 光跑这个地方呢 就头很大 为什么 因为一下城市就跑完了 然后呢 错在哪里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你看执行 执行之后 是没有错了 答案都出来了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很多同学不知道 所以如果今天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过 我这个Eclipse里面的debug 这边有个除错 有没有 那这个除错不是装饰的 是真的可以用的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要组航的话 组航应该 应该在像visual studio 应该各位有问过吧 visual studio里面有那个 组航step by step 然后你可以去侦测 那个变数里面的值变化 对不对 还有阵列里面的值变化 那你可以看原来是这样在run的 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说今天 尤其是城市不是你写的时候 城市不是你写的话 那你复制贴上 糟糕 bug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用step by step 除错一下看一下 里面的值 你大概就是啊 原来这个写作的人的逻辑是怎么样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 使用那个debug mode的话 特别注意 教各位一个方法 第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好像在一般书里面也没有 也没有那个教了 这个是我自己 平常玩一玩 发现有这个功能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了解这个地方的城市 它的那个什么呢 它的 变数的变化的话 那我可以有个方法 就是说 我可以直接在这边旁边有一个 第一个先点两下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一行假设我要怎么样 我要除错的话 点两下 有一个圈圈 表示中断点 点两下 这一行我要除错 这一行我要除错 那如果他跑到中断点的地方 他就城市就停住了 然后你可以去看里面的变数了 哎 第二个的话呢 按一下除错模式 啊 然后按是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他就切换到除错模式 有没有 那你如果要切回来就切切到加吧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就说 这个时候呢 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停在这一行 那现在I I的值现在等于1 I是从1开始 那J的话呢 因为刚刚已经跑完的乱数 所以它是乱数产生 我们是1到9乱跑 然后呢 J产生一个3 所以接下来的话 如果这样应该是 就是 A1的话 应该是1的位置 他要先怎么样 这个位置 要换人座 换谁座呢 换3 所以3要怎样 先丢到1去 那1丢到哪里呢 1丢到TEMP去 底下有个TEMP 然后呢 等到1他搬过去之后 再从TEMP再丢回到3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要除错 对不对 1点2 这边要点 看几个中断点 2 按这个除错模式 然后呢 再把这个视窗调一下 再来记得一个关键的按键 方旋键就是F5 F5 F5就组航的 F5 有没有 你会发现 他已经执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会多一个TEMP TEMP在这个时候才出现 就是把A1的值放进来 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呢 再把A追 追是3 对不对 所以3的位置里面的值 把它丢到1去 所以你会发现 執行过有没有 这个1的位置变成3了 那3里面的值还在嘛 所以把TEMP的值 有没有 丢过去 F5 有没有 这个时候TEMP 那TEMP就关掉了 里面的值就不见了 然后再来的话呢 一样方式 再产生一个追 那追的值现在多少 6 所以也就是说呢 2要把它先放在TEMP 6再搬到2的位置去 有没有 然后2先放在TEMP里面 那再把6怎样 搬到2的位置 然后再来怎样呢 再把2搬到6的位置 一直累推嘛 反正就一直乱输 有点像大风吹嘛 那大风吹 你至少你要一个站直的位置 等到它离开了 另外一个人还可以坐 它再坐过去那个位置 这样不就打散了嘛 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 Debug mode 太好用了 无论在Java里面 Android里面也可以这样Debug 一样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 你会发现这样子很清楚嘛 里面到底 你那个记忆体里面的那个配置 那个变数里面到底放什么东西 你就一清二除 A的话是一个阵列 所以你会发现它可以收折 里面的值就一清二除了 所以里面到底存什么 有的时候说真的 如果你的脑袋没有那么厉害的话 你可以用除错模式 因为我相信 我看过有一些小朋友 有些同学 脑袋里面真的就像电脑结构一样 太厉害 因为我看过有一个小朋友 他考这个证照 考进阶级 他花两个礼拜而已 而且他前面只有考过VB而已 然后两个礼拜 他就可以把这些东西 考试的时候就用记事本打出来的 那我觉得很神奇 他几乎就是脑袋里面结构 可能跟这个一样 所以他可能不需要debug 但是那样的小朋友 其实应该是少数了 大部分人还是需要靠这个东西 我还蛮蛮喜欢这个东西的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看 也看得懂 然后我在跟学生讲课的时候 他们也比较可以接受这样的方式 而且这个模式 在Visual Studio里面也有 但是用法不太一样 但是也是这样step by step 那你可以很快的去把一个东西debug出来 所以OK 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试试 最后的话 我们把它打散完毕 如果你这样run OK的话 你可以直接执行就好 如果OK 底下没有 不需要再出错的话 那你就可以怎么办 把它执行 那他这个时候呢 就会帮你把全部的程式执行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它停止掉 停止掉 然后呢 再切回到Java模式 Java模式就切回来了 所以这边有两个模式 一个是Java模式 一个是除错模式 可以这样子 然后可以设中断点去做除错的动作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再来输出我想比较简单 输出比较简单 还有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可以设一个什么的时间的计算 或者 count 一个数字 到底算了几次对 那时间的话怎么做 基本上可以在那个度回圈上面 增加一个变数 这边有个变数 我这边增加一个变数 那我用那个double好了 因为那个这个system.current miles 这个前面有用过 就是说取得现在的日期跟时间 那他的单位到毫秒 毫秒是千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 所以呢将来我要变成秒的话 必须要把它除一千 那所以我就把现在 他要开始的时间 传给一个变数叫t1 然后呢 最后输出的话 我要给一个时间的话 那我就直接把这个地方 再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t2 就是他跑完之后的一个时间 然后把现在的时间 再减掉t1除以千 除以千因为毫秒 那就可以算出现在的时间了 就是总共耗费多少秒 耗费多少秒 那我把它执行起来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不过以现在的CPU算 其实都还蛮快的 大概都1.38秒 算一下 其实如果跟早期的CPU比 都还快蛮多 你看一下子瞬间 所以基本上 当然你要让他更快 导致还 如果以这一题来说的话 导致还好了 OK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那另外这边 还可以再增加一个count 就是说他到底跑了几次 才 才才完成这个这个动作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来 嗯 自行操作 可以都都切回来了吗 没切回来 举一下手 OK OK好 OK好